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母女吵架,女儿激怒到想斩老母 好了,一单是台湾的新闻 一个自称七仙女下分,很多年就去神棍欺骗人 为什么我会说这两样东西呢? 一样,人与人相处道德上的问题 母女的关系问题 另一个是借鬼神 骗神骗鬼的问题 但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呢? 今晚我用这个形容词也是今晚的主题 就是魔障 魔鬼的魔,障碍的障碍 我说过很多集 所有任何的法门,什么都好 没有什么正邪的 这个世界上我也不觉得是对与错 一百个人说这事是对的 你那个错也变成对的 是不是? 就是为大数 所以,变相真正去衡量 是与非对与错 正与对,正与邪 就真的凭自己的良心 正如我上一集所说的价值观 心态,行正路,放生 或者做善业,孝道 临临种种 归一,都是一个目的 就是要你们收心 因为你们想去学法,学佛 想去文佛法 你佛法有很多很多道场 是不是? 就算不是佛教 其他宗教也有很多道场 但是 举个例子,你信了一年之后 你反问自己 你信不信你什么? 好像养鬼仔那样 哇,力量大 越大越大 不停请 不停请 你只是给一个 很 很 夸张的梦想给自己 哇,我请到回来,我要怎么怎么怎么 我要怎么怎么 加上有些不良的 佛法念 或者一姐 根本不是师傅的师傅 再去推一推你 我始终觉得一件事 这件事不关人事 我不是帮那些人说话 永远都觉得是 本身那个人的问题 你的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以前说什么 贪恋什么 什么都好 就是你的魔障 有些事情 我可以跟大家 以一个 大家研究 大家探讨 去谈 有些是 我看到出来的 就是 人生经验 跟大家去谈 如果你在我们小时候的年代 有些事情 我相信 有人 兄弟姐妹 吵架 父母和子女 吵架 但我真的 在新闻上 在任何的 情况 资讯 之下 我真的没有听过 父母和子女吵架 怒吵起来 跟着拿刀去 想斩 那个老母 就是 那个问题 是非常非常之严重 除了我觉得 在教育上 或者 一些 不好的风气 或者人的价值观 最主要的就是 魔障 就是 永远 永远 永远都是 我觉得 一个地方 有事发生之前 就是 好像 大的 就各之将亡 必有妖孽 小的 一个地方不好 就找了很多 神怪的东西 出来的 真事 就是 你如果有 吃到四五十岁的人 你 你 回望关 有没有 这样的东西 就是 早二十年前 有没有 那么多神魂 是不是 我不否缺 如果有些情况下 为了狐狗 为了狠狠 为了狠狠 是吧 那 那 两母女 吵架 不是为狠狠 是为了狠狠 不是 暴力 那么简单 而是 根本没有了 没有了 那个 关系 为什么我不停 不停 不停 劳苦 苦口婆心 或者 不厌其烦 去强调 那个效道 如何去行善业 如何用一个正确的观念 去 去 面对 任何的宗教 一个人 没有一生人 我始终觉得一件事 不会说没有经历的 不会天天 封条与 封条与 封条与封条 我也很想 那 肯定有高低的 今天低 明天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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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可能一毛 一毛 一毛 都没有了 但是 如果要找这件事 而 忘了自我 那就很恐怖 所以我经常都说 大家去求什么都好 信什么都好 那个宗教的教义 是一个异柜 就是一条路 你遵从 但是 你都要首先分析 遵从之中 有没有一些 违背良心的行为 那么多数 正宗的宗教一定不会有 好了 异者的 就是你本身的人 不要动一些 持住 我是天主教徒 我是佛教徒 那你说的东西 一定是 好 一定是 正的 不是这样 这个月的27号 在我们中国历法 就已经过了尾亚 大家希望 未来的新一年 都会好 但是如果 大家是抱着 一路以往的心态 或者行事方式 或者 对事物的 价值观 我可以告诉你 我可以告诉你 你求什么都没用 一定要改 有些东西 我不是以一个师父身份 和大家说 我以一个过来人 有经历的人 和大家分享 如果可以一步登天 这个世界上 真的不会有窮人 是吧 有些东西 我们中间有句话 吃猪和我黑市 马上见效 如果大家 用我 这一连 所说的 集数 一些小道理 大家真真正正去嘴咀 我觉得 真的不多不少 可以帮到大家 但是 起码对外面 对宗教的正确 观念 有一定的改变 起码不会那么迷信 可能你会跟我说 你又做这一行 又叫人不要迷信 你自己打自己 就要不要 我经常都说过 法是存在 没有人可以质疑 是吧 每一个宗教 就有去传续了这么长的历史 是吧 谁可以质疑人去 那样东西 但是说 你自己学了那样东西 你自己真的要去分析 是吧 你自己不去分析 就是盲目覆 人运运 你学什么 人家怎么失败 你就学到怎么失败 你永远不会准备 就算师父教徒弟也好 师父都不是圣人来的 有时候去想的东西 都会偏激了 或者想了 一想就 你学了去 就是我经常都说 学人的长 保期之短 不是好像垃圾桶 照单传授 那你永远都不会学到 就是现在 我经常说 你现在 那些 什么什么什么 师徒 用师的泥土 什么什么的 那些阴墓 阴牌 第一 一个真正的师父 不会建议你玩这个游戏 第二 就算你有这种本事 你去找到 你懂得设定吗 是吧 你懂得去用吗 有些 什么 不好的东西 你又懂得处理吗 为什么有大神大佛 你不去信 一些 就算你请鬼仔也好 一个师父正经跟你说的 你不去听 去追一些 你根本 超越了 你的能力 和 和事实不符的东西 你去做 结果 家里 就像鬼仔兵团 就没用力帮到你 是吧 但如果你真的拿 好像我一直说的 那个平常心 一个 一个 一个信仰 一个精神祈祷 的态度 信而不迷 的态度 你一定会有改变 你这一年 我看到 我说过几次 我有些 善信 可能已经变了朋友 是吧 我的法 帮了他们 我说过 以前 要找男朋友 现在 找到了 结婚了 我在内地的一个客 在香港 做了一份普通工的 明白到 他现在自己还会和别人 说道理 和同事说道理 他不是富贵了 他绝对没有富贵 他一样都要上班 十几个小时 但他明白了很多道理 我强调到很多次 我没有教过你什么 我只是告诉你 怎样行 怎样想法 就是你自己 还有 头到尾都不够一个月 新的一年 来 如果自己是 想真的有进步 自己的事 真的要更加顺利 真的希望大家 听一听我的意见 用另外一种态度 去接触你自己的宗教 去除了自己的魔障 如果魔障去豁住你自己 有广告也买过的 最难挑战是挑战自己 如果自己挑战不了 你根本就赢不到别人 就等于给自己 等于给自己一个 training course 一个分裂 当这个时间过了之后 我比上次更加聪明 更加进步 不要寄望一样东西 我可以拿一些 什么都不用做了 我可以富贵永华 那我告诉你 你出你今天的时间 我再说一集 我想你比今年更坏 但如果你的价值观变了 我肯定你一定会顺畅 顺畅主义 不是一定金钱的 一样东西顺畅 你自己就会知道 好吗 今晚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下个星期听我说什么 拜拜